滴水觀音甜一口 兒子差點 沒命了 你知不知道你已經犯了離天大罪了? 呃 呃 不好意思 那個gag真的太難 觀音不是這個 是這種有叫滴水年的盆栽 杭州一個十三歲的男生 以為這棵東西的根是芋頭 舔了一下上面的白色的執液 不算是犯了離天大罪 不過之後就要受盡純屍發麻兼嘔吐之苦 還要送到醫院搶救足足八小時 才脫離危險期 專家說誤食了這種執液 會引起胃腸痛 嚴重的話會窒息 搞出人命 各位香港市民如果是gardening的愛好者 就要記得check check有沒有種這種植物 有小孩的話就最好不要種